好像你很快的用手去纏到这个猴子的头 但它其实是用插件很快速做出来的一个 直接我这样画 然后我这样画 它都是直接躺在这个平面上的 每次要拍影片之前都会觉得很累 早上呢 虽然已经先喝过咖啡廣藏咖啡了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我们再喝一杯 海尼根的杯子 滤网 咖啡的 放上去 倒热水了 看它升陷下去的感觉 来一个咖啡 咖啡因成瘾了 太烫了 先冰起来 冰咖啡 好酷喔 欢迎来到 红红之TV 这里是一个跟你分享的Blender知识 还有关于我的一些小事情的一个频道 主要呢 再分享一些 我在这个学习Blender这个路上 碰到的一些新知识 或是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东西 还有我的一些创作 那么呢 如果有兴趣的呢 可以follow我的频道 我会非常的谢谢你 最近在制作一个专案的时候呢 发现我突然需要一种 类似那个管线垂钓的 自然垂钓的那种效果 但是要可以很快速让我可以渲染 然后不用去运算 应该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因为我就我的认知来说 这种要物理运算 然后它又是绳子的东西 用内建的一些渲染 在我自己的思考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 然后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好巧不巧就让我搜寻到了一个 原来Blender自己内建就有了一个效果 然后没想到也很好去使用它 好 那么呢 今天呢 就是来特别介绍这一款Curve Tool 内建的插件小知识 OK 进来我们的Blender 看一下下 OK 画面缩小 WOW 好神奇 好 我们不要删东西 好 那么我们直接进这个 Edit Preference 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搜寻栏输入这个Curve 我们要把这个 Add Curve Extra Object 这个打勾 打勾完之后我们关掉 这个方块给它删掉 Curve Nuts 第一个All rows Nuts Plus 左下角有很多素质可以让你去做调整 然后我们就可以拉一下 让你大概看一下效果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再去研究啦 好 我们就放旁边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Braid Nuts 这种其他几个都是各种形态的卷啦 然后我们就不特别做什么介绍 好 我们Shift A 我们新建一个新的这个Mesh 好 用个Monkey好了 好 我们也有建Shade Smooth 然后我们Shift A Curve 诶 我现在突然才想到我今天原本要讲 跟我现在在介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没关系 反正它们都是Curve 那我现在就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插件 好 Nuts 前面几种这三个 基本上就是各种样式的卷 那么呢 我们就直接看到它后面三项 Spiro Fit这个 记得要选你的物件喔 好 我们这时候就点Spiro Fit 就是它会贴合你的猴子头 然后去做一个纹合 但是比较规则 然后就是一环一环的这个效果 那如果你觉得它这个太有冷有角的话 你就去选这个Bevel Resolution Bevel Radial要开0.03 它才会出现这个 一开始好像是只有线 就没有厚度 那我们就Bevel Radial 我们用0.03 第一个Spiro Fit 就是你会得到一个比较规则 然后贴合你的物体的效果 就这样 那么下一个我们把它挪到旁边 好 我们再新建一个猴子的头 给它加一个细分表面 右键Shade Smooth Bounce Spline 这个 然后我们调Bounce 可以去增加它的数量 让它原本1000的时候 它的耳朵那边是没有绳子的 增加这个数量 它的耳朵附近就有一个这个绳子 我们可以稍微Offset拉多一点 好 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把里面的猴子的头删掉 好像你很快的用手去缠到这个猴子的头 但它其实是用插件 很快速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你也可以把这个猴子的头删掉 因为我现在是拿猴子的头来举例 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的模型的话 那其实就会变得很有意思 好 接下来示范我原本今天想要讲的东西 那么我们先Shift A 先进一个平面 S Y 拉开 用个猴子的头 细分表面 然后右键Shade Smooth Shift A 来咯 然后 Pass 直接进入编辑模式 A全选X4 把里面的点全部删掉 然后这时候我们选这个 Draw 普遍工具栏有一个Draw 如果你的不见了就按T 快捷键是T 好吧 那我们可以试着画画看 然后我们就画 你会发现 等于是把你的镜头当成一个平面这样子画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 Ctrl 力回来 左上角这边 有Cursor跟Surface 那我们就选Surface这个 直接我这样画 然后我这样画 它都是直接躺在这个平面上的 以此类推 我们在这个猴子的上面的面画 应该也会得到一样的效果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画个眉毛好了 就贴合在这个眉毛上面了 稍微给它画一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我们进入这里 Germetry Bevel Dex这个我们要调高 看到它有一些 对不对 绿色的这个 不错哦 好 我会让它 变成 柔上往下看 然后我们直接 这样一条给它画过来 让它 经过猴子的头 也经过这个平面 然后我们稍微多画几条 你会发现 我们就得到一个 诶 这个绳子 就是有点 很自然的垂吊在它脸上的这个感觉 它当然会有点穿模之类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调这个 第一个Resolution Preview这个 你会发现我调到1的时候 预设是12 预设是12 然后我调到1的时候 它会变得很有能有脚 有没有 那我们这时候呢 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它面数太少 你就调 调到多一点 让它整个看起来都是圆弧形的就好 OK 好 然后我们到网格模式可以看 它其实 那个 管状 管状圆形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么多面 那这个就要从这个Resolution再去调 所以它这个Resolution是这个圆形 的 这个有人有脚的这个地方 然后 上面这个Resolution Preview是我这个 我这个管子是口径长这样吧 然后我转过来 我这个整个长度的这个 整个这个长度 我弯折的时候 的那个面数 两个分开的 你自己再感受一下 你稍微调一下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就让这个可以降低 差不多到2就好 这样可以省下 比较多面 就可以得到 感觉像垂吊在它上面的这个效果 那么你就很快的 可以得到这个 类似物理模拟绳索的效果 今天这几种就是 左边这些插件 然后还有这个 直接自己画的这个绳索 自己画的这个Curve的效果 那么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记得帮我按照点赞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BOOM RUCH